大家好我是乖修禅 这个视频呢进入咱们今天的突解大盘 那么今天呢咱们讨论一个几点 三千一百点能不能锁得住 那么有的朋友呢可能还在关心三千一百五十五 只有一步之遥 只有差几个点啊 破也不破的话呢 其实破了三千一百五十五很正常 而且的话呢很容易 那么我们今天看了从 一分钟五分钟三十分钟到日开 当前的一个呈现啊 从一分钟的视角来看的话呢 其实只要持有收听的朋友呢 应该印象比较深刻 在九月十三号的时候呢 咱们当时给出的一个态度呢 先防范是一分钟走势类型下的调整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在一分钟层面来讲 这个位置它是一个一分钟的趋势上涨 然后呢对应的是一个一分钟的盘整下 这个位置呢处理 它是可以当成一个一分钟的盘整上 当时这个位置呢在一分钟图形上面来讲 利用区间套 一分钟内部有被迟 而且这个一分钟走势类型 五分钟的线段 和前面的一分钟走势类型 五分钟线段呢 同项相比较来讲也是有被迟的 所以说呢当时在九月十三号的时候呢 讲到三千三百点是承压的 同时呢从它的内部结构来去观看的话呢 它是要防范一个一分钟走势类型下的调整 那么当前它实际上还是从三千二百七十八点位以来的一分钟走势类型下的延续当中 这一点的话呢是一模了然的 而且的话呢对应的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自从在九月十四号 在这一天 在这一天的话呢呈现了一个低开 冲高 它对应的相比于前面一个一分钟走势来讲 它是一个一分钟的二三脉的重合 而后的话呢勾住的是第一个一分钟组织中枢 然后的话呢那么在昨天的急速下跌尾盘的一个商鞘 它对应的话呢也是属于一分钟连前面的中枢下延都不接触 它对应的是一分钟的三脉 一分钟三脉的话呢 那么像今天对应的还是三脉的急点触发的一分钟线端下的延续 所以说呢当前从三千二百七十八一直到当前这个急点 它连一分钟走势类型都没有完结 所以说呢在一分钟图形上面来讲 你起码先观察第二个一分钟组构建 构建过之后的话呢 后面再观察是否给足新低 这是仅仅是一分钟从盘轮到趋势 如果说呢有结构第二个中枢呈现之后有被迟 那么呢你才能够期待一个一分钟走势类型的结束 可以期待一个反向 好那么对应的尤其是在一分钟级别来讲 如果后面依然没有被迟 那么对应的话呢还是一分钟走势类型下的延续 这是从一分钟视角来去观察 那么我们利用一分钟的同级别分解的视角来进行看待的话呢 那么当前再来观察五分钟的走势的应该怎么去跟 好用五分钟的一个视角来去看待的话 列说好这是一分钟走一分钟走势类型上 一分钟走势类型下 一分钟走势类型上 一分钟走势类型下 如果说把3278进挖断的话呢 后面的一分钟走势类型反弹 不能过前面高点 甚至连前面的半分也都不进入 它实际上还是五分钟的二脉 以前高作为观察点 如果说以前面的五分钟线段的低点 作为一个比较的话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五分钟的线段上 一分钟组类型上 连前面的这个低点都不接触 它还是五分钟的 内三脉的这样的一个特征 好 这也是为什么在昨天晚上学员培训的时候呢 重点讲到这个位置 为什么说不能当做买点来去看待 因为它不管是从一分钟五分钟 还是从30分钟层面来讲 这个位置它不具备交易的条件 甚至下跌属于未完成 好 这是从一分钟到五分钟的一个视角来看 那么我们再来看五分钟表达 好 那么五分钟表达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当前的一个 几点是属于什么状况呢 五分钟当前的话呢 它内部只是一分钟走势的延续 五分钟的话呢 当前它也是属于什么 属于没有这样的一个内部 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背词的呈现 最起码什么呢 你要先观察一个五分钟走势类型的呈现 那么五分钟走势类型的呈现的话呢 列说这个位置如果说五分钟的线段上 连前面的低点都不接触的话呢 五分钟的还是属于五分钟 大线段下的内三脉 其弱的表达 最起码呢 什么时候你看到一个标准的五分钟走势中枢 勾住之后 回落有背词 那么呢 你才能够 哎 期待一个 一分钟走势类型上的呃 折返 然后的话呢 如果说能够一分钟能够转强 给出五分钟强而埋 你才能期待五分钟的走势类型上的反弹 反之 如果说一五分钟走五分钟 中枢勾键之后 后面的往下没有背词 那么呢 就要更小心 所以说呢 当前连一个五分钟中枢都没有勾键 一分钟走势类型都没有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呢 只适合持续观望 持续管住手 这也是呢 在前面几天呢 反复提醒到 当行情不好做的时候呢 少做或不做 反而是更明智的选择 那么我们再看三十分钟 从三十分钟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 那么这里面给大家一个 呃 位置的一个参考 这个位置参考了 并不是单纯的压力支撑的一个 呃 参考而是什么呢 而是利用动能公式 那么在 呃 学员培训当中的话呢 给足够这样的方法 例如从三千四百二十四以来 我们把它作为什么 作为一个三十分钟中枢震荡 这个中枢震荡的话呢 已经明确的是中枢震荡的中枢距间 那么我们利用动能公式来看的话呢 这里面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 什么思路呢 列出前面 对应的 对应的从三千四百二十四到中枢上沿的垂直距离 好 那么它的垂直距离是多少呢 三千四百二十四减去什么呢 减去中枢上沿三千二百九十九十六 等于多少呢 等于一百二十八 是指这一段的垂直距离 那么中枢下沿的位置的话呢 这个位置 那么呢 在减去一百二十八 它得到的一个点位的话呢 是三千二百九十八 也就是在三千三百三千 三千零九十八 三千零九十八呢 它的月登于什么呢 三千一百点的一个节点上 什么意思呢 这个位置如果说三十分钟线段下的一个回落 始终不破三千一百点的位置 最起码呢 你还可以去观察什么呢 这一段的下跌离开段和前面的 他相比较来讲 还能保持这样的背词关系 如果说一旦呢 有效的跌破三千一百点 就是跌破了三千零九十八的一个位置 根据邓农公司的话呢 那么他与他的背词将打破 如果说没有背词的话呢 那么对用呢 你甚至后面要防范三十分钟级别的 三千一百点的这样的一个呈现 它的下停的周期可能会进一步的延长 那么从这个视角来去看的话呢 这是因为当前还没有发生 只是在只是呢防范而已 所以说呢 从这个角度来进行看待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呃市场来讲 一分钟向下的走势类型都没有完结 五分钟的中速都没有固定 三十分钟的话呢 那么当起它是一个先端下 先端内部的话呢 也没有背词 而且防范的是三十分钟的线下离开段 以及呢 是否触发背词的这样的节点上 所以说呢 当前对于市场来讲的话呢 更适合的是呃观望 看戏管住所 而不适合呢 所谓的盲目的抄底 那么呢 当触发了最起码呢 当你观察五分钟的强 触发的强而买的一个呈现之后 最少最少短线思维来讲 你要看到五分钟前而买 好 如果说从三十分钟级别来讲呢 五分钟的买点和三十分钟级别的公正 这样的话呢 你才能够当成一个操作周期 当成一个交易节点来去看待 好 这是咱们今天的对于大盘的这样的一个解读 好 因为昨天的话呢 有学员 留言有学员呢 交流说呢 听到有很多声音说 这个位置可以找底了 然后的话呢 逻辑呢 前面低点低点连连线 然后的话呢 昨天的位置的时候 到这样哪个小的直升级别附近 又带有下影 而且的话呢 呃 又带亮 其实呢 你要从产量结构的视角来讲 那么呢 在买点 在买点节奏上 而且呢 你要看这是什么级别下的 什么类型的买点 如果经营触发的是秒级别的 甚至一分钟级别的话呢 那么在大的环境比较弱的情况下 一分钟级别的这样的交易级点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没有必要呢 去冒险 那么至少呢 是五分钟级别的强 强势的买点 那么对应的话呢 他也经营实施一个低级高抛的动作 如果说呢 触发了三十分钟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交易节点 结合五分钟的公正 那么对应的话呢 你可以观察什么板块 能够率先转强 你可以才能够 预约预示 这可能更稳妥一些 好 这是对于上证指数 那么对于创业版指数来讲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他也是属于不断的 继续新低 不断的下谈当中 所以说呢 在创业版指数来讲的话呢 咱们在昨天讲到也是非常清晰的 一分钟 向下没有被持 在勾住第二个一分钟中枢的 过程当中 好 那么今天一分钟结构保满了 那么一分钟的折返的动作 连前面的这样的一个低点都不进入的话呢 在五分钟层面来讲 连前面的五分钟的中枢 下沿都不接触的话呢 他实际上还是五分钟的三零卖点 所以说呢 当前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并不是 这跟个人忙 个人的乐观和悲观没有关系啊 就说呢 从残忍的一个视角来讲 指于当下的强弱 以及呢 不同级别下的当前组织结构的一种呈现 好 那么至于说后面 后面什么时候出现什么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 当前的还属于 因为前面出现这个强底分之后 从日开的视角来讲 这个位置 强底分破约 先观察的就是属于 日线的一笔下的发展当中 当前来看的话呢 他已经是属于什么四根阴线 四根K线的呈现 四根K线呈现的话呢 这个一笔下 对应的 什么时候一笔下呢 如果说内部有五分钟的走势 五分钟的结构 再结合了日线的强底分呈现 而这个位置一笔的和前面的 他相比较来讲 又有这样的一个背次关系 那么呢 你可以利用公正 才能够进行把握他的机会点 就是呢 如果说向下最终3100点没有破 且内部呢 有五分钟的走势 结合了日线的强底分 三十分钟背次 五分钟的结 五分钟有走势类型 有结构 有三十分钟背次的弓阵 再结合强底分 这个阶段呢 你去朝底去把握的 还是有逻辑可言的 那么防范的是什么呢 如果说他把3100点给跌破的话 如果说呢 把3100点给跌破 跌破的话呢 那么这一段和他是没有背次的 没有背次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在30分钟级别 就是没有买点 就是最像不被识别 不被识别的话呢 后面 一他完全可以什么呢 勾住第二个30分钟输 这是最弱的一种表达啊 当然了 后面的如果说 后面的给出强底分之后 那么呢 走一个向上折返的动作 他对应了最多 最大的操作级别 也仅仅局限于五分钟嘛 所以说呢 交易是有节奏的 交易呢 是看级别的 好 这咱们今天呢 图解大盘的内容 总之没有明确转强 没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 核心方向呈现 之前的话呢 多管住手多观望两天 没没什么要紧的 如果说有明确的 哎 有带量的这样的一个反包阳线 呈现有板块的话呢 呈现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资金流入 你能看到方向 你能看到有赚钱效应 明显的地方 然后呢 再结合技术层面转强的 这样的一个公正 再去把握 这样的会更稳妥一些 会少一些不必要的 这样的一个损失 好 希望这样的一个图解的 对大家会有所帮助和 呃 启发不做主观的 这样的一个呃 猜测 只是呢 从当下强弱的视角来讲 进行观察 好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再见 再见